嗨,大家好,我是家寶,是一个暂时久居在台湾的中国人,最近中国政府所颁布的向上国安法,不管是在港台间还是在国际间,都引起了不小的舆论争论。 那很多人好奇就是说,家寶你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人,或者是说一个普通的出生在中国的人,那你是怎么样看待香港,就香港目前,就中国目前强行推荐给香港的国安法的? 那我觉得,呃,其实很简单,那主要呢,其实就会对香港产生一些影响,那简单来讲呢,无非就是以下几条,那第一条呢,首先就是经济地位的下降,这是第一条,那第二条呢,就是说,呃,护照的,护照的价值,或者是说护照的免签国会下降。 那么第三条呢,是关于生活,很生活的一个日常,那就是网络的封锁,那第四个呢,就是宗教违法,呃,宗教不再变得合法,那第五个呢,很,当然是会有可能发生的,也就是政党取缔,那先来说第一条,第一条也就是经济地位的下降,呃,当然现在的话,已经可以显现出来了,那也就是在, 在香港的国安法颁布后不久呢,川普政府就宣布了取消香港对于香港游会贸易的承认,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川普总统呢,已经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很显然呢,呃,包括英国,澳洲等等国家,相信后继也应该都会继续 那经济地位的下降呢,那经济地位的下降呢,必然带来的是经济的冲击嘛,那包括就是港元的贬值,呃,以及那就是,呃,香港的整,因为香港的整体的经济体量其实是很小的,所以能不能抵得住,呃,这一波的冲击,其实还很难讲,那第二点呢,就是 就是,互,经济地位下降了,肯定必然会带来了 护照的地位下降,那当然护照,护照的免签并不是单纯的取决于经济地位,也就是并不是一个国家,呃,特别土豪,那它的免签的国家就一定会多 当然一般是就是,出于两个国家对等的,呃,贸,贸易关系,或者是政治关系,或者是什么关系也好,那就决定会说免签,但香港国安法一旦,香港国安法颁布之后会导致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香港的情况跟中国的情况越来越小 那,就比如说,中国内地充斥着就是一堆,呃,不正常的,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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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觉得已经不能称之为中国人了,那就是很多小粉红或者是五毛,那么他们整天就是在那边,呃,像,不像,就正常人一样 或者,那既然香港就慢慢地或者是叫说逐步已经变得跟中国没有区别的时候,那为什么国际社会还要继续给予香港的香港这样的免签的这样的一个待遇 那很显然后续呢,呃,就香港的免签也是非常,香港的很多免签国也是非常有可能的,非常有可能会取消的 那第三个就是说到翻墙,那翻墙呢,这个词对于,呃,很多中国的朋友爱人,其实已经是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 因为在中国有GFW的存在,那GFW的存在呢,当然中国政府讲,中国政府本身其实并不承认GFW也就是防火墙的存在的 但对于普通的中国的网友,他们想要了解外部的世界的话,那就只有说通过翻墙的这一种途径 那香港国安法颁布以后,那因为按照中国政府的标准的话,脸书和Google啦,或者是什么就他们旗下的很多产品啊,都充斥着这种叫什么就危害中共国家安全的这样的一些内容 所以呢,很显然在未来呢,香港翻墙也有可能会成为一个趋势 那第四点呢,就是宗教维法,众所周知呢,呃,中国是没有没有宗教自由的 法轮功呢,已经在中国被打压很多年了,这就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那香港国安法颁布之后,有可能会做的呢,也就是取缔宗教 当然,呃,基督教和佛教呢,也许并不会像,呃,法轮功一样,就被完全的打压或者叫做取缔 也有可能会采取说这样三字教会,通过收农,啊,或者拉拢收买的方式去,呃,去逐步的把宗教取缔 那最后一点呢,也就是,也就是取缔政党,但即便到最后呢,不取缔政党,也有可能呢,会 对,就,当然,当然现在其实在中国也有所谓的多党制,但那些党呢,呃,都会是一些,都会是一些投票党 就是说,呃,当然现在好像据说连投票的机会都不给他们了 那就是,呃,那香港的,香港在国安法颁布之后呢,也有可能会面临这样的一个,一个境地 呃,那么以上就是简单的五点,就是在国安法颁布之后,香港有可能会面临的一些,情况